在這一節我們來介紹這個剪取工具 剪取畫面的一小部分 那這個東西怎麼護照出來呢 其實從這邊 然後搜尋這個剪取工具 就可以看到這個工具 那可以整個螢幕 也可以一小個範圍 整個一個視窗 那我們先用長方形的剪取 比如說左上角右下角 這樣就完成 它會跳出你的視窗 你可以去做一些簡單的修改 不過我們現在就直接把它存檔 比如存成這個1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再把它這個東西 加在Pless裡面 好 這裡的話呢 就是怎樣 我們先上一個黑底 先上一個黑底在下面 那上面呢 如果我們要再新增圖層 我們就可以怎樣 點這個圖層 打開圖像為圖層 就可以把它加進來 加進來之後呢 這個大小可能還不適當 如果你要調整 這樣 圖像 編輯 自由變換 自由變換 自由變換呢 就可以出現這個 你就可以去調整它 好 但調整的時候呢 比例有時候可能會變 要確定比例不變 按住Shift 再縮放 按Shift 在縮放的時候呢 它就會等比例的縮放 如果沒有的話呢 它可能就變成不等比例的縮放 好 這樣子就完成 那如果你 你現在想要讓它變黑底 先 先套用這個修改 然後一樣 我們現在在上面這個圖層 這時候就是點這個圖層 點這個 調整 然後反轉 這樣就變成是一個 黑底 白字的一個效果 好